巧克力球《巧克力快》和加薪巧克力 苏特利亚巧克力店在索洛图恩的生意非常红火 但是他们并不满足 去年10月苏特利亚在哈尔滨开了一家分店 老板表示在本店里有的巧克力在中国都有 巧克力所有成分保持不变 在其他方面做了一些后来看来完全没有必要的改动 包装和说明书上的文字我们都翻译成了中文 特意制作了新的包装 后来才发现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 如果是外文包装说明是外国的东西非常流行 会受到欢迎和认可 而如果是中文的 中国人则怀疑不是正品 而是复制品 这是在中国的新店 从10月份开始营业 有四名中国店员 瑞士西北应用科技大学促成了苏特利亚在中国的立足 中国是一个有待占领的新市场 同时也是一个积累经验的地方 在中国谁也没有期待我们的出现 正相反 我们在中国仿佛是在做一项巧克力文化推广工作 Mann Fred Sutter经营了这家巧克力老店40年 从一开始的三个店员开始做到了80名店员的大店 今年年初他才将店面出手 如果换了他自己 他恐怕不会想到要向中国发展 这是一个疯狂的主意 我着实感到吃惊 但我从一开始就表示支持 因为我觉得做出一些创意和变化是好事 因为甜点师不再只是甜点师 还应该是一位企业奖 索罗图文商会特意将企业奖颁发给了苏特利亚 正是因为他们将业务扩展到了中国 当然他们需要时间 这是一个积累经验的过程 这很正常 但是能有这样的勇气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所以这个奖项非他们莫属 米哈尔·布里特利表示 时间是一定需要的 因为首先中国分店必须要闯出名声 才能让巧克力在中国有更想的声誉 中国人知道巧克力 但对瑞士专业甜点师所做的巧克力 还缺乏了解 我们要展示给中国顾客的巧克力 是像瑞士人知道的巧克力这样 可以散装买 来我们店里买巧克力的人 可以要求再加上这个或者那个口味 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全新的购物经历 索罗图文老店 预计直到中国的分店能够赚钱 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 但是他们已经开始考虑 在中国开更多的分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